岳工人 在 怎么样 回禀皇上 从昨夜到现在 整个淋浴池都搜遍了 还是没找到人 昨天晚上刺客袭击我的时候 那位姑娘为了救我 还受了伤 我明明记得她掉进了池中 怎么会不见了呢 我流离在外的时候 她帮了我很多 现在又救了我的命 如果找不到她 我一定会启示难安的 这些艺人 来无影去无踪 只怕 没有沉入池底 已经离去了 否则 这么多人 怎么会找不到她 真的 真的 朕向你保证 愿老天一定要保佑 那位姑娘平平安安 谢皇上 谢朕 是 皇上难义国之君 能这样安慰我 清索何得何能 渡居上 你不惜性命 助朕和谈 赶走无名车 朕还没有好好谢谢你 皇上不必谢我 皇上已经对清索照顾有加 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 虽然 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兄长 不过 其所斗胆 在我心里 已经把皇上当做了兄长 你越是这样 朕越是不知该如何对你 朕是说 亏得昨夜 侍卫及时赶到 若你在宫中遭遇不测 朕 无言面对四弟 他 他不是 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吗 担心了 昨夜 藏暴阁又丢失了南海珍珠 四弟 正忙着追查刺客的去向 他不是不想陪你 只是 尽他的职责所在 这皇宫里来了刺客 应该保护的是皇上吧 区区一颗小小的南海珍珠 值得他这样大动干戈 宫中出现刺客 四弟还是担心 所以他亲自追查 他离行时 还祝福朕要好好地照顾你 他 会照顾我 皇上 你就不要再替他说好话了 大司空是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的 他是不会为了我而皇废职责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在跟四弟赌气 我怎么会跟他赌气呢 我不担心他 他也不会担心我的 那青所姑娘 真是太不了解四弟了 哪一次你涉嫌 四弟不是牵肠挂肚 想尽办法救你 救我 他哪一次见我 不是凶神恶煞的 四弟的温柔 是藏在心里的 日后你就会知道了 离动 温柔 她要是 有皇上十分之一的温柔就好了 作为君主 温柔 也许并非是件好事 皇上 见不出窍 并不代表她没有疯呢 清索 你果然是一个不凡的女子 皇上过奖了 我连自己的身世都忘记了 果然是不凡啊 皇上 我想知道一些从前的事 从前 以前 朕也只是在皇宫御宴前见过你一面 谈不上什么渊源 然后 就是你的舞姿 令朕过目难忘 清索 可否听朕一言 皇上请说 何必对自己的身世耿耿于怀呢 或许 忘记过去 并非是一件坏事 皇上的意思是说 不想让我找回记忆 朕不是这个意思 朕的意思是 人生多烦恼 忘记旧的 开始新的 不好吗 朕也想像你一样 忘记旧事 朕是 无忧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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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无忧无虑吗 你不是想去藏宝阁吗 那里就是藏宝阁 所有的奇珍异宝 尽在其中 心动了 可惜现在不是时候 我会带你去藏宝阁 不过你给我记住 这里是皇宫 没有我的允许 不要轻取妄动 否则 你会后悔一辈子 大司空 陈国和齐国的使节 都已经到了 皇上请您过去 请所 你先去休息吧 等时辰到了 自会有人带你去找我 夫人 这边请 嗯 宇文勇 当心 主上 真的回府啊 怎么 你替皇上担心和谈的事情 大洲必定是大中宰一手开创 要是和谈失利 怕是会危及大洲天下呀 那就看看他们有什么本事力挽狂澜吧 寡人今日敲山镇湖 看那小皇帝还敢不敢跟寡人作对 臣女原亲所参见皇上 赐座 这是本司空的测室原事 是 还不见过陈国的吴将军 齐国狐律汪大将军 还有蓝萍夫人 吴将军 狐律将军 蓝萍夫人 夫人 与文勇的运气怎么这么差 这把牌怕是要输了 大司空怎么还不出牌呢 难道是座英没你 忘了我们大家还在等你吗 要是这把大司空输了 可就要把浦州输给我 让他多想一下也好 原来各位赌的竟然是城池 为人君者一诺千金 如今大司空可是带皇上玩这一句 狐律将军和我也都是寿命于君 若是到时候书家想反悔 怕是我外面那些兄弟们 也不会答应 吴大将军怎知本司空会输呢 吴大将军输得不错 君子一言九鼎 又怎会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食言而肥呢 若是将军输了 也定是要割地给大周的 只可惜 陈国只有那么点的地方 若是再割 恐怕就没什么了 贱人 说什么呢 咒可 你在我大周皇宫里 竟然寻庆生事 妄伤众臣女眷 却无半点悔意 是不是 连皇上 你都不放在眼里了 你 怎么 难道 你还想抵赖不成 大将军 夫君 亲所知这等窟也就算了 可夫君 你可是大周重臣 而吴大将军 也是英雄好汉 不如 再加重铸 一局定输赢 干脆 就再加两座城池 输者 自退边界三十里 那就随你吧 狐狸将军 意下如何 不要虚张声势 你们的牌 未必能赢 那就赌赌看 狐狸大将军是来何谈的 如果周旗两方交好 实在是百姓之福 亲所 无意冒犯将军 你大可置身室外 也好 我就 恕不奉陪了 将军 将军 吴大将军 这不过是些消磨时间的游戏罢了 何必打打杀杀 伤了何气呢 再下身体不适 先行告退 攻送吴大将军 请 居然被那个丫头戏耍了 算了 今天算是栽在中国皇宫了 走吧 请狐狸将军休息片刻 马上开宴 谢皇上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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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把毕书的牌 幸亏请所及之 才逃过一劫 你们也稍坐休息吧 是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刚才伤了手 又牛了脚 要不要赵太医瞧瞧 那倒不必 多谢皇上 皇兄 我们先告退了 狐狸大娇举 怎么 酒席厌烦 可能是旧伤复发 现在很疼 要是借口出去闯祸 你可知道后果 我什么时候出去了 是 我会一直待在这儿 死我也不会出去的 大司空 大司空 带夫人去休息 是 大司空 夫人请坐我来 皇兄 皇上 大司空 朕魂珠 到底在不在藏宝阁 是不是宇伦雍 故意在骗我 但我终究要一探藏宝阁 可为何 我这心里竟然空老老的 夫人 风冷露重的 奴婢担心夫人的身体 还是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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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转告大司空 我在这儿等他就是了 是 大将军 秦锁姑娘 是他让我来的 哦 是吗 他让我带话给你 他 不能亲自来接你 不能 那天晚上 我在城墙外等了他一夜 难道 我要等的 就是这句话吗 那既然他答应我 为什么又不来 既然他不来 为什么 又要叫人来取戒指 难道 他嫌羞辱我 羞辱的不够吗 戒指 是 戒指 大将军还请回报殿下 戒指已经交还 我与他 谁都不欠谁了 他不是不想来 而是 不能来 罢了 原本 我与他也只有几面之缘 我也没有资格要求他为我做什么的 殿下让我带话给你 他对你的承诺 仍然有效 如果姑娘愿意 可与在下一同离开周国 他会在金庸城等你 你说的是真的 还是 这又是一个两国交锋的计谋 虽然在下 对你的确没有半点好感 可是殿下 是言出必行的人 我狐狸光也是受人所通 绝无半句虚言 可是 我 姑娘不愿随在下做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想必姑娘 跟大司空轻轻握握 心意相通 长公真是白惦记姑娘了 你 姑娘 狐狸光答应过长公 即使拼了这条命 也要把你安全带回 那位姑娘究竟是谁呢 为什么我总能遇到她 她还屡次三番地帮我 这一次为了救我 她竟然会不惜自己的性命 我跟她究竟是什么关系 她真的获救了吗 可是 我连一句感谢的话 都没来得及说 是你 此刻追查到了吗 你 你怎么不说话呀 如果你不希望被打扰 我走就是 站住 干什么 远青所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看不透你就别看呀 你放开我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负德 什么叫负道 勾以狐狸光也就算了 还跟我皇兄眉目传情 我 远青所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 我想怎样 你不是清楚得很吗 我说过 你也答应了我 如果和他顺利即行 你就跟我做个交易 我帮你跟齐国缔结盟约 你就给我自由 让我带着镇魂珠离开 怎么样 镇魂珠 你只是为了镇魂珠 对 我就是为了镇魂珠 如果不是为了镇魂珠 我怎么会自投罗网地跑到你大司空府 难怪你要一再地吸引皇上的注意 镇魂珠 镇魂珠 我真是小看你了 我没有你那么卑鄙 我和皇上只是兄妹之情 兄妹 我看你不过是找颗大树好成梁罢了 好啊 反正我跟皇上是什么关系与你无关 不过我知道镇魂珠就在你那儿 这一切都是你的计谋 你再说一次 你以为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原青锁我要你知道 你的命是我的 我要你生就生 要你死就死 你知道这灵浴池里最多的是什么吗 就是冤枉 死的都是像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青锁 你没必要救我 青锁 你没必要救我 我的名是我自己的 不属于任何人 不属于任何人 青锁 你走开 既然你这么讨厌我 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留在身边 宇文勇 真正让人看不透的人 是你啊 无尘法师的医术世间难取 不知道无尘法师这次清婉儿带来的 是什么灵丹妙药 无尘法师说 这些都是他访便名山大川采集的珍贵药材 无尘法师为了寻找更多的珍贵药材 所以这次都不能亲自前来 还请皇上见谅啊 没事 多谢无尘法师 为朕着想 果然奇特 这药 是肩服的吗 不是 无尘法师已经交代婉儿用法了 无尘法师说 皇上龙体虽无大碍 但气血虚弱 经脉紊乱 只要服下这些汤药 便可安康绝朔了 替朕谢谢无尘法师 也谢谢颜姑娘 奔波老泪 皇上过奖了 我而不敢 是大种仔千叮咛万嘱咐 要无尘法师 一定要调养好龙体 皇上的龙体 关乎天下百姓的福祉 还需多加保重 好 皇上 请 婉儿姐姐 庆索自从失忆以来 一直都会觉得头痛 不知婉儿姐姐 跟随无尘法师 有没有学习一些治疗的方法 庆索 婉儿是无尘法师 专门派来给皇上送药的 你不要打乱 只要将她肩头的衣服一落 就可以看到她肩头 有没有烫伤了 没关系 虽然婉儿医术很浅 但为庆索妹妹查病 婉儿还是义不容辞的 依婉儿看 庆索妹妹不但要看一下 心智迷乱的病情 更要好好看一下身体 池水那么冷 妹妹还要去学游水 婉儿只怕 妹妹会落下寒症 来 我来给妹妹把把脉 好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庆索 妹妹 你的手 庆索 庆索 没事吧 没事 妹妹 都是姐姐不好 为姐姐看看你的伤口吧 不用 砸东西是庆索的强项 受伤是我的本分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更何况 再大的伤 庆索也习以为常 四弟 小伤也是伤 替庆索包扎伤口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是 多谢无尘法师的药 药材刚入口 朕就感觉好多了 对了 我让厨房做了你最爱吃的 桂花砂糖糕 银豹 拿着在那边等你呢 多谢兄长爱护 四弟告辞 口口声声说 我是大仲宰府的细作 没想到 他是公开出卖皇上 投靠大仲宰 宇文雍啊宇文雍 我算是 看错你了 大司空 大仲宰吩咐 将这两包东西 交给大司空 有劳尹侍卫 不敢 大仲宰说 若是大司空喜欢 下次可以多做一点儿 送到府上去 兄长心细如放 何事不成 是 带我谢过兄长 主上还需护行回府 小仁先行告退 殷实未尽 要求你 大仲宰府的 尽管 村子 最后 这废仲宰的 一切完 这废仲宰府 你也要求你啊 杨宰府 你还要求你 你还要求你 我这废仲宰府 怎么有空到长安来探望你的舅夫了 舅夫 徐前内司案中调查华亭 企图污蔑华亭 以悄悄带坐十余人 伪装人证 要陷害华亭 华亭恐无了舅夫的英明 这才悄悄赶回长安报信 那你到底做还是没做 我 说 我 是贪图了一点点 不过这一点点 也是为了孝敬救护您啊 快 快 快把东西抬上来 抬上去 是 舅夫 华亭自知徐前必会去皇上那里 告华亭的状 这个徐前 他是惠州刺史 却跑去管我华州的事情 我恐怕日后再见不到舅夫了 从你请派华州赈灾起 寡人就知道你会闯祸 若不是徐前找你的毛病 你还会想到有我这个舅夫吗 华亭不敢 华亭心里一直有舅夫 只是 一直没找到回长安的时机 今日朝堂上 寡人已逼皇上下旨 要徐前立刻到华州搜集物证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多谢舅夫 我知道 徐前在朝中一向与舅夫作对 这次他到了华州 华亭必定要他 死无全尸 徐前断案如神 而且贵为惠州刺史 手下兵多将果 你不必要仔细筹划 如要下手 定叫徐前乌还手之力 是 还有 你知道 未经宣召 私自会长安是什么罪过吗 华亭知道 是死罪 华亭来时 并未走前门 而是乔装打扮 从后门进来的 为了贪图这点小财 几乎毁了全家性命 若不是看在你去世的母亲份上 寡人绝不会管你 不可张牙 悄悄回华州去吧 是 驾 驾 驾 主上 不必担心 有大仲宰在 那徐前 绝对找不到主上的毛病 我害怕 本太守从来就没有怕过 我是大仲宰的亲爱生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徐前 那是找死 别说 我只是在赈灾款项里 拿着点钱自己花 就算是进了皇宫藏宝阁 把里面的东西搬出来 谁又敢说什么 整个大周朝 都是我舅父说了算 你 你是谁 我是大仲宰的亲爱生 哼 贪官污吏 人人得而诛之 宇文护宇文玉 这一项 看你们还打不起来 居然动用 死刑杀寡人的外甥 我要去找皇上探个公道 主上 主上是三思 三思 在朝堂上 握我面子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 暗算寡人的外甥 分明是想让寡人 在众臣面前抬不起头 主上 凶主是谁尚未查证 再说这阎太守未经宣调私自回京 他已是死罪 主上如此触及皇宫 怕是得不到好处啊 是啊 主上 要师储永明才不会毁了您的一世英明 主上何必急待一时呢 一世英明 没错 若不能保住大周基业 才是毁了寡人一世英明 我要让他看看 大周到底是谁的殿下 主上的意思是 金虎 赞 明日晨时 调集三千人马 训练为名 校长等待 是 丁包 皇宫侍卫有多少是我们的人 一共五百人 轮流在岗 有一百五十人 你想办法 调换岗职 明日起遥光点植岗的 全部都换成我们的人 去吧 是 是 什么 严花亭被杀了 是 在离大中宰府不远的街道上 看来 严花亭撕回长安 向宇文护求救 这样的贪官无力 死有余辜 臣弟想 宇文护势必会将这笔账 算在皇上头上 四弟 你来 皇上 讲 有人私下调换 遥光殿明日执岗侍卫的班职 我们还是慢他一步 朕只是担心一件事 就是倾锁 朕知道你会不舍 可你要答应朕 送他离开 朝堂之战 原本就是男人的战争 这些恩怨与他无关 他吃了太多的苦 他在这里只会碍事 难保不会拖累大家 小弟自会安排送他离开 好香的桂花砂糖糕 这么好吃的桂花砂糖糕不想吃 大中宰府的东西 吃了我怕拉肚子 干什么 你敢跟踪我 谁给你的胆子跟踪我 放开我 不帮自己的亲兄长 反而任敌作用 宇文悠 我算是看错你了 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 你自然不会上当 是我傻 我居然会相信 你跟宇文护 互相牵制 现在我才明白 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是大昼的江山 你真以为你能看透我 笑我 那你接近我接近皇上 不也是另有所图吗 你知道了什么 我问你知道了什么 原来你真的是这种人啊 宁愿背叛七兄弟 换得自己的一息安稳 为了巴结大中宰 是非不分 那你以为呢 大周乃大中宰一手创力 谁能违背 谁又敢违背他的意思 所以 你就甘当别人的走狗 你少自欺欺人了 你呢 你是为大中宰府的人 不惜嫁到了大司空府 做测试 受尽欺辱 却盘缓不去 你想要的又是什么 索性说出来 本司空给你 我 我想要什么 我只想离开你 越远越好 你的谎话我听够了 你的谎话我还听够了呢 既然你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 那就把真魂珠给我 你只要把真魂珠给我 我会走得远远的 让你再也看不见我 你岂不清静 你就那么想跟着狐狸光走 你是喜欢狐狸光 还是喜欢兰陵王 或者 你两个都喜欢 是啊 我是喜欢 我谁都喜欢 因为 我跟你一样 不爱 跟我一样 你根本就不懂我的心 不懂你的心 你不就想着做皇帝吗 你根本就想要皇位 是又怎么样 你能拿我怎么样 别人花的泪在心上不断敲打 错过的我没有白了 余文勇 你混蛋 你敢咬我 你敢咬我 孤独的天下 我只想离开你 越远越好 天空蓝色的雨 我只想离开你 我只想离开你 越远越好 我的守候只为你 盛开在悬崖的花 温热今生的牵挂 岁月中的你 相识的脸墙 我却做过你年华 你暗花的泪时 我在尽头等待 你的轮廓触通了爱上 可惜交错的梦 光往断了天涯 不是交错的 梦里的时光 这一世让思念无相忘 这一世让思念无相忘 看来这是一场硬仗 大将军小的不明白 有何不明白 大将军 您已与周国皇帝 谈好了盟约 可若是宇文户 坚持要与陈国结盟 那周国的皇上 还靠得住吗 现在长安城里 杀气这么重 难保周国皇帝 不会丢居宝帅 舍弃于大旗的盟约 去讨好大宗宰 到时候 周臣联盟 大旗嫌疑 大将军 为何不绸缪自保 反而再看皇宫的地形 你怕死 小的不怕 小的只是担心将军 国与国之间 纵横交臂 就像一场赌局 所有人的性命 都在这场赌局里 一旦进去 就没有出来 国家的权势斗争 更像赌局 一场生死之长 现在我能做的 只有隔岸关火 看看周国的结果 和选择 那以大将军来看 宇文豫和宇文户 谁会赢呢 宇文豫宁死不拒 宇文户老奸俱华 现在看来 还很难说 除非 启禀大将军 有飞客传输 快上 周国行事已至 已派李将军与赵将军 于边界部署大军 随时调派 事成之后 速带清锁归 原清锁 看来 长沟是一定要原清锁去打极了 我该如何告诉他 参见皇上 平身 找到了吗 奴婢 奴婢们找遍了整个皇宫 都没找到夫人 再去找 五十余元之前一定要找到 嗯 是 臣弟想帮清锁准备一些随神带的东西 应该的 该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 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四弟 记住朕的话 你做你的事 朕做朕的事 倘若无事 便相安无事 倘若有事 则惊天大事 看来 要是我在见别宴前离开皇宫 就见不到皇上了 怎么办 一定要把宇文雍勾结宇文户 有所图抹的事情 告诉皇上才是 请 参见大周皇上 大司公 狐狸将军免礼 谢过 朕在遥光殿准备了宴席 为狐狸将军践行 多谢皇上 启离皇上 启离皇上 大忠在身体危殃 不能进宫了 狐狸将军 请 大司公 夫人 在西点回廊 什么 你到底想做什么 带我去见皇上 皇上正在宴请狐狸光 不会见你 宇文雍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皇上现在有危险 皇上的事用不着你管 你现在马上回客房 楚宗管在那等着你 他会带你出宫 出去之后 不要再回大司公府 任凭你去哪 回故乡也好 去齐国也好 随便你 你说走就走 我才不走呢 你说什么 不 我不走 为什么不走 你不是 一直都不想面对我吗 还是 你喜欢上了皇上 离不开他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我就是不走 我命令你走 听到没有 我本就没打算在这里一直待下去 我有离开的时候 可不是现在 你必须走 你不走我就押你走 你 你这个人 参见皇上 雕虫小记 原青所 你给我站住 大司公 皇上和狐狸大将军在舞光殿 正随大司公您过去呢 带鹿 是 是 狐吕大将军 联合之事 朕甚感欣慰 本想愁措玉宴为将军践行 没想到大仲在身体危痒 在下既然与皇上签订了 攻守同盟的盟约 自然会尽力维护皇上 更何况 连大司空府侧氏夫人 都肯不顾性命保护皇上 而我堂堂男子汉 怎会看不出端倪呢 大将军是诚信之人 看来朕没有选错 递结盟约的对象 想必皇上还有许多要事逐连 三日之后便是在下回国之日 长安城品物繁华 在下想趁这两日 多购买些物品带回国 在下先告辞了 好 将军启程之日 朕必定会隆重松心 恭送大将军 谢皇上 大将军 周国皇帝与大冢宰不合 何不利用宇文护杀掉周国皇帝 好让殿下发兵 到时候 说不定周国就此灰飞烟灭 我大旗可以一统天下了 看来 你也是小看了周国的皇帝 他与大司空兄弟联手 不可小觑 还是大将军聪明 小得佩服 对了 太天军 您就不怕宇文护报复 大将军好像没给宇文护颜面 好像我也没有站在周国皇帝那边 宇文护凭什么报复我 说得也是 好了 多买些东西 带回去送给洛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司空 玛儿 大司空脸色不太好啊 想必周旗联盟已成定局 你也知道了 我正头疼 该如何向大仲才交代 玛儿略有所闻 大司空天生聪颖 这些小事 是难不倒大司空的 话是这么说 可是本司空两头为难 倒是你 能不能替我出出主意 何不按照大司空当初的想法 丢居宝帅 你也知道我心里的想法 此刻丢了原清锁倒是无妨 只苦丢了其他的宝贝 阿庸若想独吞镇魂珠 势不可行 此话怎讲呢 盯住镇魂珠的并非你一人 除了大仲宰 还有谁呢 术不能相告 玛儿 你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吗 那就看阿庸怎么做了 那你要我怎么做 婉儿跟随无尘大师为皇上调理身体 学了不少药理 这束花有提神醒脑的功效 就送予你吧 多谢婉儿 本司空知道 婉儿有些话不方便说 我今日就要回大司空府了 还请婉儿到府中做客 那是当人 安庸可还记得答应过婉儿的话吗 当然 婉儿的遗字一句 都记在心里了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对不起你 清索妹妹 阿庸 她怎么了 管她呢 婉儿 多谢了 臣女 参见皇上 平身 皇上终于召见臣女了 朕不是不见你 皇上 清索 答应朕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好好保护自己 朕本来想要奖赏你 可朕看你并不稀罕金银珠宝 你跟朕说起过 你想要找回你的记忆 是 只是现在大敌当前 大中载虎视眈眈 恐怕不是我找过记忆的时候 那朕就告诉你 朕所知道的你 你冰雪聪明 让朕对你过目不忘 记得你第一次 进皇宫见到朕的时候 若你能答出朕方才的问题 朕便将帕子还给你 云火虫虽然渺小不起眼 却有它的灵性所在 皇上难道没有听过那句诗吗 腾空泪星云 浮树若生花 平移神火照 连似夜诸鸣 逢君时光彩 不吝此生亲 朕想过 你确实是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 对 一切都是宇文护精心安排的 朕本以为 宇文护是要把你献给朕 作为她在朕身边的眼线 朕本来想答应 可是没有想到 宇文护的目标竟然是四弟 这么说 我果然是宇文护 派去大司公府 偷朕魂珠的细作 你失去了记忆 宇文护把你派去 大司公府的真正目的 不得而知 不过 在此之前 确实有一些流言 声称 可左右天下安危的朕魂珠 就在大司公府 而在你来到皇宫之前 确实也有人 悄悄潜入过大司公府 结果呢 朕魂珠在大司公府 只是一个传言 结果可想而知 朕魂珠在大司公府 真的只是个传言吗 也许朕魂珠本身 就是一个传言 我不明白 朕魂珠 源自一个传说 七百多年前 秦始皇东巡渤海 在海上 看见了韩世参 以为是神迹 遂派徐福出海巡仙妖 并在方氏陈吉的建议下 打造了三件宝器 分别是震魂珠 青鸾镜 还有黎上剑 三件宝器 缓缓相扣 缺衣不可 唯有凑齐 便可以亏 一统天下的秘密 三件宝器 那它们都长什么样子呢 震魂珠 就是一枚珠子 外形与其他珍珠无异 为何称其为宝器不得而知 黎上剑 是一把宝剑 据说有洞天汉地的力量 至于青鸾镜 顾名思义 是一面镜子 传言而已 虚无飘眸的汗 只有吉祺 才能一窥 一统天下的秘密 那它们都在什么地方 在陈吉的建议下 秦始皇建立了天罗地宫 相传 青鸾镜就存放在天罗地宫里面 可是天罗地宫建成之日当晚 所有的劳工 与监军士兵都死于非命 据说 那是一场神秘的瘟疫 就连设计天罗地宫的陈吉 都没有兴免于难 只是陈吉的妹妹端木义珠 最后却盗走了振文珠 这个端木义珠 明明姓端木 那为什么会是陈吉的妹妹呢 陈吉原本姓端木 端木义珠 以数数文明于事 陈吉自知秦始皇残暴 故意隐藏了姓氏 以防 被家人带来灾难 那后来呢 后来 四大侍卫用尽方法 还是没有能把真魂珠找回来 真魂珠的下落 成为了一宗悬案 秦始皇大怒 令四大侍卫在身上 落下代表身份的烙印 并让四大侍卫发下毒誓 世时代代以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四方位镇守天罗帝宫 原来四大护法 竟然是这个来头 怎么 你知道四大护法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皇上 按说 从秦始皇到大洲朝 已经有七百多年了 这魂珠什么的 难道 一直没有被四大护法追查到 去打开天罗帝宫吗 朕也在想 到底是机缘巧合 还是有人故意为止 这里面 只怕还有更大的阴谋 还是有人故意为止 这里面 只怕还有更大的阴谋 这天罗帝宫 在什么地方 没有人见过 也许只存在于传说里 我倒不这么认为 现在 那么多的人 对镇魂珠虎视眈眈 既然有镇魂珠 那就未必 没有天罗帝宫 皇上 你可还记得 那夜潜入大司空府 盗取镇魂珠的人 留下了什么线索吗 有侍卫说 那个潜入者 从身心看 像个女人 女人 那潜入大司空府盗取镇魂珠的 真的是我吗 如果是我 这么说 我已经拿到了镇魂珠 但是 她现在又在哪里呢 皇天不负有心人 看来 你很快就能弄清楚神事了 朕是说 在来皇宫之前的神事 皇上 有句话 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 既然你明知道 这一切是大宗宰的阴谋 那你为什么 还要把我指昏给宇文雍 纵使是一国之君 也有诸多的身不由己 那皇上 为什么会相信我 跟我讲这些肺腑之言 只因 逢君时光彩 不吝刺生轻 皇上 看来 朕是无法将你留在长安城了 清索 你会怪朕吗 皇上是为了我好 皇上 世事有时 变幻无常 很多事情 不可一蹴而就 需要静待时机 不要太锋芒毙路 保全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清索 你在关心我 朕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也知道 大宗宰迟早会 容不下朕 或许 朕并不能尝试 但朕绝对不会妥协放弃 更何况有四弟在 日后 朕打下的根基也不会白费 他 对 他 只怕 他现在还在想着 怎么向大宗宰交代呢 日后你会明白的 朕受的委屈 你能看见 但四弟所受的委屈 你看不见 皇上 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了 大臣们怎么说 我都听到了 朕该怎么说呢 四弟若是个不可靠的人 朕 又怎么可能 把你放在他的身边 皇上 皇上的意思是说 我 错怪了宇文雍 朕只是不想 你误会四弟 四弟所受的委屈 比朕 还要多千万倍 这都是为了 大宗的江山设计 若不是四弟 左右逢源 卑躬屈膝 传递消息 制定策略 只怕这大宗的江山 早就意味他着了 原来 朕怎么会不知道 四弟心里的苦 他不止在朝堂上 左右逢源 更是千方百计 在你面前掩饰作息 他 是为了试探我 是不是真的失忆 防备我 怕我是大宗宰府的戏作 你很聪明 更应该明白四弟的心 那皇上 为何就不怕 我是大宗宰府的戏作 怕 但更怕的是 你和四弟受委屈 请坐 如果真的有一天朕不在 你要好好照顾四弟 不 不会的 纵使是秦始皇 出海殉丹 修建了天罗地宫 终免不了一死 朕不怕死 朕 只想看你们幸福 来 尊将军令 现在开始换房 是 进行 我竟然错怪了宇文雍 没想到 他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皇上 要离开这个势力之地 跟狐狸光走 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可我 怎么竟然有些舍不得 现在 侍卫都替换成 我们的人了 看他以后 玩什么花招 照属下的意思 不如臣皇上 不说尚未妥当 你的意思就是 不光你自己去死 还要送其他的人去死 属下不敢 众商息怒 齐国和陈国的使劫 尚在长安城 此时 确实不宜大动干戈 为免让臣妾趁虚而入 杀人当于无形之间 霍国殃民 不是我宇文户的作风 对了 可曾通知夫人回府 启禀主上 按主上的吩咐 已经拜车点前去迎接 在天亮之前 应该能回到府中 好 原清索 原清索 是时候 该给你点颜色看看了 又来这里了 你真的 就这么喜欢这里吗 是啊 我喜欢 原清索 我的忍耐 是有限度的 这儿又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难道竟是你的 只要是你喜欢的 都是你的吗 我以为 你再也不想见到我了 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 今日 我一直在想你 想你说过的话 我说过的话 你说 你永远都不想再见到我 我 也是 一只大中宰府的走狗 怎么配得上姑娘 对不起啊 不过是为了离开这里吗 用不着这么低声下气 你 梦中的深夜 你的人缘还真是好啊 狐绿光大将军 派人专程送来皇宫给你的 恐怕 会有什么惊喜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错怪你了 温热今生的千古 对不起 皇上没必要找错 若不是皇上跟我说 我怎么会知道 原来 你受了这些委屈 你 是个好人 怎么 想去大中宰府高庄 我不会 我不会出卖皇上 更不会 我没有太冷藏 其实 我知道 你对我 也没有那么坏 孤独的天下 梦一场 爱恨渺无成伤 模糊了 初见识的模样 你暗花的泪 使我在尽头等待 其实有时 我宁愿你不要这样 从你的绝见 希望 不会让我觉得 会失去 唤醒了 梦里的时光 这一世 还不是都怪你吗 谁让你跟盐豹四乡授受 我可什么都看见了 盐豹除了交给你桂花砂糖糕 还给了你另外一个小包 你还真是 怎么 不敢说了吧 看吧 看吧 珍珠粉 大司空福利可多得很 你干嘛要大中宰府的珍珠粉啊 这可是无尘道长给我的治病良药 你生病了吗 是啊 病得厉害 少骗我了 你分明就好好的嘛 是这里的病 吴臣道长说了 吃了这个药粉 就可以忘记一切烦忧 那个道士可不是什么好人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怎么 你关心我 你不想看看狐狸光大将军送你的礼物吗 后天他就要离开长安城 也许就再也见不到 走 走 要回家了 回家 对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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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真行 你们在干什么呢 尤其是你陛下 又在厨房偷吃 我哪有偷吃 你们谁看见我偷吃的 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该散都散了吧 主上夫人马上就回来了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吗 那还不快去 你站住 楚总管 我真的没有偷吃 你 你干嘛 小心被主上发信 你们赶紧的 主上和夫人马上就回来了 初步的差错 知道吗 是 你还在这干嘛呢 还不赶紧迎接主上夫人去 小心误了主上的计划 是 陛下我们马上就准备 怎么 舍不得狐狸光 你 胡绿光跟我说 他与大洲地结盟约 除了看着皇上的诚意之外 就是因为你在赌局上的杰出表现 我知道 远不止这些 我呢 是不忍看着你们这些大男人 把国适当而戏 所以才挺身而出 救你于水火之中的 好吧 女英雄 或许 胡绿光是觉得对我亏欠了 所以 才极力组成我运 亏欠 怎么 你不觉得他亏欠了我 好 你什么时候 在哪里放心 三日后 三日后 对 三日后 就是我即将离开的日子 好吧 来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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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 夫人 参见主上 夫人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是什么 到了就知道了 快来吧 好像还少了点什么 这才有点样子 你这是 喜欢吗 坐呀 怎么就只有这些糕点啊 我可还想吃 卤水鸭 醋溜鱼 腊肉豆腐 陈醋炒白菜 我可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饿死我了 胃口那么好 却只想着吃那些俗物 真是牛角骨蛋 你这人真小气 堂堂皇宫和大司空府 难道还怕 我一个弱女子 把你吃穷了不成 还贫呢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 那还不是要怪你神神秘秘的 什么都不告诉我 这个大司空府的测试 大司空 你让我怎么去配合你啊 这么说 你承认自己是大司空府的人了 管他什么大司空府不大司空府的 我再吃个这个 你这宫典里怎么还有颗珠子啊 这颗珠子就是你要找的啊 镇魂珠 对 这个就是镇魂珠 颅甲包坏 你要说好了 镇魂珠果然在你这里了 你居然会把他给我了 你居然会把他给我了 不再需要什么交易了 你得到你想要的 我放你走 可是 这个时候 此事是你离开的最好时机 还有人在等你 不是吗 你 你偷看我的纸条 啊 镇魂珠 清锁 站住 还想跑 把镇魂珠交出来 把镇魂珠还给我 瞒不瞒 看来这颗珠子是真的了 我就知道 抢了假的 真的自然会出来 是你傻 在皇宫里 我根本就没说那是镇魂珠 谁叫你乱请 放肆 玉闻妞 你 玉闻妞 快来人 来人啊 叫大夫过来 把镇魂珠交出来 还想要镇魂珠 想要镇魂珠 先问问我手里这把琴 拿着 怎么办 你又去 你干吗 你干吗 你不是 那你 郑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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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主 教会主 无尘兄 上面风大 何不下来休息一下 都是天罗帝宫的四大护法 相奸何太极安 无血成主 久违了 天罗帝宫的人都知道 无尘公子有多长脸 果然名不虚传呢 无尘只不过喜欢钻研易容术 为了讨仙子开心罢了 哪比得上 无血成主这般逍遥自在啊 无尘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既然想讨仙子开心 看着仙子被欺负 还不出手 有无血成主在 还用得着我相无尘出手吗 小弟新疆的桃花酒 要不要来一杯 一杯 无血成主 未免太小气了吧 要来 就来一谈 请送我啊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可惜 证魂珠 你不要再去想什么证魂珠了 那是你想要的东西 却弱了 我不想要什么证魂珠 我只想要你赶快好起来 你赶快好起来好不好 好好 证魂珠 求求你了 你快点好起来 你想要的东西 我都会给你 证魂珠 只要你开心 我就死而不寒了 我就死而不寒了 语文佑 语文佑 语文佑你醒醒啊 语文佑你别死 语文佑 大夫 语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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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来了 大夫 快 快 大司空的病 大夫 他怎么了 大司空的病啊 说轻也不轻 这说中啊 也不中 他怎么了 待待待我 仔细检查检查 再做诊断吧 呃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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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大夫 大司空病得不轻啊 啊 啊 他到底怎么了 他 他 呃 呃 他经脉不畅 呃 熊 熊 熊响 什么 呃 熊 熊响畸形 畸形 呃 熊腔积水 呃 熊腔积水 啊 啊 积 积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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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夫人 呃 大司空这个经脉不畅 熊腔积水 皆是 皆是受伤过重所为 啊 都怪我 呃 宇文悠 宇文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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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主上都伤成这样了 你怎么还在那里笑 我 我有笑吗 我我我没 呃 我我眼睛进了沙子 呃 挤挤挤 挤挤挤挤挤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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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开几副药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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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司空啊 吃了就会好的 啊 呃 大夫 你是说 他还有希望 那你一定要救活的 呃 呃 夫人不要激动 死不了的 呃 不不 小人是说 呃 我开几个方子 吃了药 就会好起来的 死不了 好 那就有劳大夫了 碧香 嗯 陈大夫 这边请 啊 啊 啊 父君 知道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恕复身体不太好 所以多耽搁了些日子 你倒是时刻惦记你叔父 可惜你的好侄女 袁清索却丝毫没把你放在眼里 清索 清索又犯了什么错了 他呀 帮助皇上联合起锅对付寡人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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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睡着了 宇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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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佑你醒醒啊 宇文佑 宇文佑 住上 住上怎么样了 宇文佑 你醒醒啊 我答应过你的 我欠你的 我一定会还你的 你醒醒啊 宇文佑 宇文佑 住上 哎呀 叽叽喳喳 吵门睡不着觉 主 主上 您没死啊 晦气 本司空好得很 你们夫人那么害怕失去我 我怎么舍得死 难得睡个懒觉 这一觉睡得真好 被你们夫人的眼泪 滋润得如沐春风 都快哭成个小泪人了 你 哦 对了 刚才我迷迷糊糊听见 你说 你欠我的 要还给我 你想好怎么还了吗 我 你睡糊涂了吧 没有人那么说过 我一直在和碧香聊天呢 清索啊 放开 你想谋杀亲父啊 你 你怎么了 你哪里疼啊 不知道我昨天受伤了吗 居然还敢动你 那你 那你 你到底哪里 说来倒霉 伤在牙上 牙 可我明明看到 那个气浪 是打在了你胸前啊 要不是他 爸 我死定了 可惜被那气浪 锁在牙上 害我流了那么多血 要是把我牙打坏了 让我牙不好看了 看我怎么找 那个女疯子算账 你 你是带了这个护心镜 所以 你只是牙齿流血 不是吐血 也算 也算受伤啊 牙齿 牙齿受伤 那这 经脉不畅 胸腔积水 又是怎么回事啊 呃 那个 那个陈大夫 就是个雍蚁 是个江湖骗子 玉文雍 你才是个骗子 你 我要是死了 不是怕你一时激动 要去殉情吗 我 所以就没敢去死 你 原来 你不想让我死啊 我要是知道 你是个骗子 我早就追那真魂猪去了 你要是真去追那震魂猪 你就真成傻子了 那个震魂猪是假的 上次是假的 这次还是假的 那我 小点声 这就叫兵不厌诈 我只是想换得你安全 现在 他们都真以为 震魂猪被抢走了 就没有人再来监视你 逼迫你了 你可以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语魂猪 虽然我跟你没什么感情 但是你硬要待在大四公府 做我的测试 我也不会介意 你 你 主上 夫人 大仲宰夫人 前来探访夫人了 准备迎接 是 姑母 为什么这个时候来了 清楚得很 大仲宰不会轻易放过你 你现在 已经是大仲宰府的判断了 大仲宰夫人 一定会把你带回大仲宰府 受死 我来应付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 我可不想毁了你的清白 你以为 我宇文雍会纯道 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住吗 谁是你的女人啊 再说了 你有你的责任 皇上和大周朝廷 都需要你 更何况 宇文护 穷凶极恶 你就不怕 他们抓住你的把柄吗 你再这样为我出头 是给他们机会 找出你的破绽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弥补 可是 这样吧 我们来约定一个手势 如果我的右手 搭在我左肩的话 就代表我安全 我自有分寸 要是我头上的簪子 掉在地上 就证明我有危险 秦宁 一定要救我 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请请 参见嫂夫人 请所 拜见顾名 原来四弟也在 没去上朝 小弟位阳在身 在家中休养 更何况 朝上有皇上和兄长 小弟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扫夫人 请 四弟 我本来回了乡下 可听说 清索这丫头 在宫里闹得不成样子 误会而已 当真 嫂夫人多虑了 小弟正打算带清索 去大中宰府 向兄长请罪呢 这么说 我来的不是时候 哪里 姑母 清索自知 罪无可恕 还想去大中宰府之前 找姑母求救呢 你这丫头 嫁到了大司公府 不想着怎么做贤妻 却到处给四弟 和大中宰府找麻烦 害得我被你姑父责备 清索不孝 带累姑母了 四弟 我能否进一步 与清索一谈 扫夫人 花亭如何 那就卧房吧 扫夫人 这边请 扫夫人 扫夫人 小弟先告退了 姑母 你这孩子 怎么胆敢和你姑父为敌呢 让姑母担心死了 姑母 我 孩子 姑母万万没想到 没想到带你来长安城 是把你推进了火坑 早知如此 不管你姑父如何督促 我断然不会把你带到长安城来 姑母 是清索不孝 还不晚 姑母想办法带你走 这原清索不知道撞了什么邪 大司公不必担心 主上都知道 都是清索姑娘一人所为 大司公无关 带我离开 姑母这是要带我到哪里去啊 孩子 孩子 我知道你的心意 身为皇族家眷 必须谨言慎行 如理薄病 可你想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不过 不过什么 只怕要一样东西来稳住你姑父 姑母说的可是镇魂珠 对 你姑父熊霸长安 眼线众多 要是不拿镇魂珠与他交换 只怕很难离开 可现在到哪里去找镇魂珠呢 姑母 我确实拿到了镇魂珠 什么 亲所知道 姑母很想得到镇魂珠 可自从我失忆之后 确实不知道镇魂珠到底去了哪 甚至都想不起来它是什么模样 直到 昨天宇文雍 把镇魂珠给我 四弟 给了你镇魂珠 只可惜 亲所无能 刚看了一眼 就被人抢走了 那 被抢走的 可是真的镇魂珠吗 是 而且亲所 知道它的妙用 看来 你想起从前了 我只想起了一些 恐怕还需要花费一些功夫 你放心 姑母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带你离开长安城 多谢姑母 来 喝了这碗茶 我就回大中宰府打殿 你就在大司公府等我消息吧 嗯 还记得你我的三日之约 殿下 走 清锁 什么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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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锁 啊 啊 啊 如果我的右手 带在我左肩的话 就代表我安全 高长公 哎 快去看夫人 清锁 嫂夫人 四弟 嫂夫人 四弟 嫂夫人 清锁 高长公 是高长公带走的清锁姑娘 属下见过高长公 她就是戴着这样的面具 什么 哎